首先要为您介绍的是从浙江专程而来的 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刘如文 欢迎您 中共民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文杰 欢迎您 中共明海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叶秀高 中共明海省纪委常委县委巡查办主任何知昼 欢迎您 中共明海省委宣传部部部长张文杰 明海省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盛高成 欢迎 明海省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部局长吴国光 欢迎各位领导和来宾从浙江专程赶到上海来参加我们的发布会 那接下来呢也非常荣幸和隆重的为您介绍 来自上海方面出席的领导有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部长胡敬军 欢迎您 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副局长罗毅 欢迎 上海广播电视台台长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总裁高运北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陈宇仁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张伟 中共上海市的宣传部部部议处处长聂伟 欢迎各位 那接下来呢还要向您介绍的是今天到场的两家出品方的领导 他们是上海上市影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余洁女士 欢迎您 精彩电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光明 欢迎陈总 接下来就要非常隆重的为您介绍我们这部影片的主创团队了 他们就是夏小云导演 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演员张朵 许宇宇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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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宇宙老师 许宇宙老师 欢迎各位的到来 那很多朋友呢 在第一次听到电影春兵的马拉松这部片子的时候 大家都会想啊 这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 那它的创作又有什么样的背景 一个故事的缘起呢 不妨我们来先看VCR 来了解一下 这一部作品它的创作背景 请大家看到明镜 请不吝点赞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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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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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